所以前几天呢 我们就是非常有诚意跟礼貌 邀请韦宏 向他发行一个火锅BK挑战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天才的想法 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的客厅呢 改成火锅自助店 说这个也没有三个小时以上啊 不能够啊 请先帮我们按下订阅 谢谢 大家好我是阿丁 阿丁哥 欢迎收看我们核光的频道 所以前几天呢 我们就是非常有诚意跟礼貌 然后邀请韦宏 向他发行一个火锅BK挑战 今天他终于回应了 很不屑的脸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他不气我们 看一下他的影片到底是怎样给我们回应的 我绝感受到疯 有个YouTuber要跟我火锅BK 我还以为是麽谁 原来是他们两个 你会热这戏嘛 我就认不出你们是谁 蛤你以为Lang这个代赛 去腾育宴就会演的 我已不新高 多啥都没见过 来啦 疫情过后来医保来找我 带你去喝COPC 那么到时记得去我们的YouTuber观看 看谁家比较厉害 到时我也会请出一个特别的嘉宾 这位嘉宾一出 耶 硬啊 所以从影片呢 你们可以看到韦宏 他是多么看不起我们 提示我们 竟然还自称 怡宝 仙盖国神 哇 根本没有包我们 我们是 我们是 不是啊 火焖地 你再把他勒 卡通放在眼里 我们本来以为是玩玩嘛 那你知道他这样认真 我们也要认真 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想一个很好的对策 到底要怎样去用火锅 猝奇之胜 没有办法 只能用头脑一下 现在 所以是要我们 哇 沪沪说 直接去买我们的 今年要用的食材 老虎不发威 当我们 是 兵吗 你有看过我们的火锅系列啊 哈 所以我们买我们全部的火锅回来了 其实不只是火锅材料啦 我们今天还有准备很多东西 关东哥一样啦 今天不是火锅 那么简单啦 如果以为只是火锅 那你就错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到底买了什么 来一起雷拉维红 OK 所以在你们眼前呢 就是一部分我们买的东西 还有我们都在冰厨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在火锅上取胜维红呢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天才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的客厅呢 改成 我觉得维红的想法肯定是很简单的啦 肯定是那边猪猪火锅 这样 妈妈煞 妈妈煞 哈 我们不一样 我们整个客厅中 来一个大改造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直接改造我们的客厅 你怎么不一摊 等下翻影了 所以我们的客厅呢 就是有一点乱啦 因为我们客厅就是很小间 但是不用紧空间 影响不了我们的发挥 就像胸部这样急一急就有了空间 所以我们就是打算连整个空间都给它改造 所以我们的布置呢已经完成了大概三十发仙 三十发仙吧 就这样翻词了 所以要给我们一个支持 只需要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对我们需要你的订阅按赞分享 忘记跟大家讲 其实维红的频道呢 他们也是有upload一个 博锅的挑战啦 就是我们的PK的影片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看一下 我不相信他像我们这样辛苦 看一下谁才是真正的 博神 星高了啦 胜利者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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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